亲爱的朋友你好,大家都是有缘之人,如果可以的话,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分享一下,十分感谢。 恐怖是黑色的,而恐怖里面的秘密则是真正的漆黑。 当恐怖达于极限,当国家权力不惜使用全面犯罪的手段来实现恐怖时,秘密如一块黑色的铁,冷漠无言,坚硬稳重。 对于公家来说,折合人业已经再也无从寻找了。 对于分散于特殊的线索之外的折合人业难民来说,情况也一样。 折合人业此时是一只冰死的无形的虎,迈兮有礼,仅仅剩下一些神秘的部位还在激动。 甚至早在上一代光阴,乾隆46年之后,大批折合人业都失去了教门上的联系。 因为石风堡前后始料,有一种感觉是,多斯达尼们只是在盲目地奔突,厮杀牺牲于自己失控的感情驱使之下。 这只看不见的珊虎,只有一口气在缓缓地呼吸,这口气是尊称平良太爷的伊玛木阿兰木献章。 这只虎上在激动的基建在一条腿上,它远远地伸向灵州,这是在永远坚默的秘密中,今天可以大致够你的一个影像。 再三谨慎地研究热食哈尔,可以判断的是,伊玛木阿兰木献章却曾入狱,但是又可以断定他入狱原因,并非因为折合人业新教一案。 因为四十九年的善后恐怖中,倘若某人以新教罪见官,此人几乎立刻能明达乾隆之处,折磨居考,最终无有苟存者。 伊玛木阿兰木献章若因新教案入狱,或者有人知道他是有奇迹的人物,他就断无活路。 热食哈尔关于平良太爷下狱的记载很少,正反映官吏爷的严谨。 而诸如曼苏尔道童史传及瞻爷曼纳给部,所记得只是后代教徒的一些纪念之情。 总之,平良爷狱中的奇迹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奇迹是他丝毫没有新教徒的表象。 他隐藏得太深了,其深度已经与哲和仁业判若两类。 因此,他能够在平良狱中仅经移民普通人的身份受苦。 官邸所作《热食哈尔》中,仅仅用波斯文写了残缺的一句, 华哲地址平良岛石木献张张,病得时间很长,病根是帝乾隆四十章九年的监狱里得下的。 他在狱中忍受着拷打调刑,他的心还在忍受着更沉重的一种刑罚。 平良与灵州一样,是哲和仁业伪遭图他的幸存区, 没有参与圣战的平良人和灵州人, 在那些日子里是眼睁睁注视着教包的牺牲而苟活的人。 哲和仁业在靖远,福枪、通辈、龙德以及官船周边激烈的父死, 在平良和灵州却屈辱地追求着寸活。 绝不是平良太爷穆献张背弃了苏四十三阿洪的血性。 在明明的前顶中,具备色摆布,条件,命顶的人物必须服从自己的使命。 这就是伊斯兰概念,口患的含义。 苏阿洪和平良太爷都是洞悉了自己的人物, 他们必须各自完成自己的签订。 后来,曼苏尔记住了牛木头阿洪的故事。 这个故事注视着平良太爷的签订。 牛木头阿洪的学问全美后, 平良太爷就命他到平良北边的毛家对村去开学。 这两句史料之所以重要,在于他说明了。 一,平良太爷在执行一带穆勒什德的职权任免阿洪。 二,平良太爷至少控制着平良附近的教区。 在乾隆四十六年战火之后,能够传教,能够暗中宣扬折合人耶宗教功课,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牛木头到了该村,人们对他不闻不问,很冷淡。 牛木头阿洪在寂寞中自探道, 毛拉呀,您把我派到这里来开学,而他们却不来照面,这该怎么办呢? 后来,牛木头阿洪克服了困难,扎稳了脚跟。 毛家对村渐渐恢复了折合人耶教。 但是,随着牛木头阿洪之民,清朝官吏便察觉了。 公家捕走了牛阿洪,打断了他的双脚,拉到平良仙游街,再斩首示众。 而一马木阿兰穆献张老人家,只能目送他赴死。 牛木头远远望见平良太爷时,大声高呼,兴圣教,心坚如实。 而平良太爷只能流泪,用拐杖重重地敲着大地。 毛拉见敌人绑着牛阿洪游街时,心里难过极了。 他老人家急忙回家,独自干了个耳麦礼。 到了结束的都沃尔,他老人家念了很长很长。 在连空气中都充满杀鸡的大恐怖里, 在视野眸子,每天看着多斯达尼的凄惨殉教。 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在一区被折磨的遍体鳞伤的身子, 必须担起重负的指令下。 一马木阿兰平良太爷隐没在无声无形的痛苦之海, 谁也看不见他了。 非但迫害者和公家,就连被打散地折合人烟, 也看不见他了。 如今人不知他,他也不知他。 像闪电突然照亮黑暗恐怖中的真相一样, 马明星导师的预言在此刻投来一道炫目的光芒。 直至今天,这预言仍然那么隐秘,吸引着人们向他参悟。 在这强烈的光芒中,我看见一个生命垂目的老人。 他一直跪在坐镜办公的一口枯镜里, 那口景在平良一个地名白水的村子附近。 他的形象不像他的导师,圣徒马鸣心那样, 深不可测和无法追击。 他的形象,如果有失灵性的光亮照来时, 人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久久规定, 久久地向真主虔诚祈求着的衰弱老人。 由于命定的悲剧,圣战和较争都以殉死为结局。 留下来的事业,永远由选择了心灵痛苦的生者来完成。 这也是一种折合忍业,一种新的信仰者。 忍,这个字的含义是最沉重的。 人们常说,但很少有人真的体会过,活着比死更痛苦。 但是他的宿命如此。 他的宾死生命,是用于拴住折合忍业最后的一丝脉袭的。 久之,平良太爷欺人,愈来愈人不知他,愈来愈像是一个谜。 曼纳给布也保存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记事, 能够使人感觉平良太爷穆献章那体一样沉默不露的外壳里面的真实。 沙尔林传述,伊玛木阿兰,愿真主净化他的心,向盖兰达尔问道, 似乎火中含有水的湿润,那是由于悲哀,而水却含有火的燃烧。 这两句话是什么含义? 这是一段使每个折合忍业的后背都怦然心动的诗句。 它指的是穆罕麦斯中的段子。 它正在以真主的卧礼的身份再只是本质,强调任务。 它使形式的暂念变成了意义的醒悟。 它就是水,它沉静不起波澜,悄悄地隐藏着燃烧。 平良附近有了一些生气,但是烈士一教的复兴不能指望这里。 灵州的银色川区是新的希望之地。 以马木阿兰平良太爷穆献章和他的女儿白水姑姑所坚持的, 是血海和绝望中的一个秘密设想,一个梦一样的念想。 此时的哲和人爷,灵州人潜在地下,甘肃人七零八落。 也许平良太爷穆献章从黑暗中传出过口患,但也可能是全教幸存者悲愤的同仇敌凯。 由于花四派诺告哲和人爷时由耳毛为号一句,清朝公家便以新教老教,耳毛为号为标志,捕杀哲和人爷。 凭良光益以后,凡数哲和人爷回名,一律不再留续盛行的塞护,即遵小牧圣行为,忍辱悔行,替尽两塞,以寄深仇。 哲和人爷决定以这种特征作为末日审判史和那些迫害者打官司的证据。 二百多年来,凡是哲和人爷都坚决不许两塞胡子,指今天这种面容特征仍是判断一个哲和人爷的内心状态的标准之一。 而伊玛穆阿兰穆献章垂危之计,正是哲和人爷悲愤地拔光或剃掉圣行塞胡的时候。 此刻,遵守一件损乃提,已成了杀身火源,拔净两塞里豪耶,塞胡,又心如刀脚。 曼苏尔书宰,当他身体非常衰弱时,疾病折磨他时,他的功修非但不减少,反而更上紧了。 他在苏妃的苦修中,是心脏挣扎着活到需要他活到的日子。 在这日子到来之前,在他能够确认哲和人爷已经在远方那片严简雪白的银色瓶川里扎根立足之前,他只求在神秘的功修中坚持。 毛拉捧起了尊贵的双手,做了很长很长的杜瓦尔。 所用的时间有念三遍亚心章的时间。 亚心章是《古兰经》中的一章。 折合人爷每天清晨礼拜后,要在黑暗中传念亚心章于打一耳上。 在这之间,毛拉的面旁都变黄了,但声音却没有中断。 他的声音好像温和地相逢在浮动。 他的病已经沉重不一。 官吏爷听自己的同学说过,在侍奉平良太爷时,为了药后,劝平良太爷睡一会儿。 毛拉大声斥责,嗨,我三十年没有睡觉,今日你叫我睡什么觉? 他掌礼折合人爷三十年,现在终于到了折合人爷请他安息的时刻。 他遣人去了简地平川的灵州,灵州大师傅马达天赶来了。 曼苏尔阿洪以下的济世,使人惨不忍睹,传场太爷开始不敢接受。 平良太爷对他说,你必须接受,这是真主的签订。 说吧,猛拉了船厂太爷一把,叫他摸。 当他摸到胸膛,肚脐时,他停止了。 平良太爷却命他再往下摸,他就从命摸到了两个膏碗,它们肿得像两个铁罐一样。 平良太爷说,这是乾隆四十六,四十九年我遭的罪,我独自一人忍受了。 所以,别的教友没有这样的回字,在我的身体上和卢罕、灵魂上都有摄西德的色摆布,原因前定。 穆罕默德然巴尼穆献章,道号伊玛穆阿兰,教内尊称平良太爷,归贞于回历一二二七年,一八一二年,清嘉庆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拱北在平良南太子,这座拱北在同治十年,一九五八年曾被两次挖掘捣毁,尽已恢复,各省者和仁爷调研者经年不绝。 平良太爷的一生,使折合仁爷和一切追求者们,在刚刚懂得了激烈之后,又懂得了深沉。 他的一生无险可击,他是一位没有血液的牺牲者,一位不上沙场的勇士。 他以他的一丝威惜,坚持了折合仁爷的一切伟大原则。 在他的光阴结束以后,折合仁爷便宣告了被受迫害的十八世纪的终结。 既然折合仁爷已经不可消灭,那么中国便有一种精神和血性不可消灭。 当苏界的统治者在夸耀他们血性的攻击时, 这大地上处处响起的穆罕麦斯正赞美着更崇高、更永恒、更动人的胜利。 他们的神已自然地泯灭了,正如他们的湖水,无缘无故地干涸火在痛哭。 水在燃烧似乎火中含有水的湿润,那是由于悲哀。 而水中却含有火的燃烧正道的光芒四射恐惧和污浊被扫除人。 终于获得了安慰心灵,已经可以前程神呼喊了政治光辉普照真理的含义和语言, 正在显现声音极其动人。